观众朋友大家好 在未来这两天 台湾附近都是处在低压带外围的位置 环境风向是比较偏西南风一点 整体的水清廉会有稍微增多的趋势 所以在银封面的西半部地区 特别是中南部地区 会比较容易有些局部短暂震雨发生 在其他地区来说 也可能会有午后雷震雨影响 特别是在山区附近 以及部分靠近山区的平地市区 都要留意下午时段的天气变化状况 到了中末之后 整体的高压势力会有稍微增强的趋势 天气状态会稍微稳定一点 特别是午后雷震雨发展跟影响的趋势 会有缩减的趋势 而下礼拜目前来看 在台湾南方南海的位置 跟菲律宾东方海面一带 还会有新的热带恼动发展 可能会再有台风生成 目前来看还不需要太早担心 我们持续最终观察就可以了 我们接着来看卫星明图 近期啦 在太平洋上最明显的系统 还是目前在九州南方的这个山山台风 在今天晚上就会持续开始出现接近九州 那陆续会带来影响 目前来看这个影响可能会持续长达 至少三到五天的这个时间 如果要前往日本地区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特别注意它未来的发展动态 而在台湾附近来看 目前来看整体环境水气是比较偏少的 所以在今天来说的话 天气状态方面都还是比较稳定一点 从后续预报来看 随了上段台风持续往日本方向移动来说 台湾附近会是处在一个 地带外围的位置 环境风向大致上都是比较偏西南风一点 所以在迎风面的西半部地区 特别是中南部地区 就会比较容易有些局部短端震雨发生 特别是在清晨到上午时段 降雨几率会比较高一点 而其他地区的天气 也并不是到非常稳定的 最主要还是有五后六队楼加入帮助 所以在五后时段 山区附近 以及部分靠近山区的平地市区的位置 都还是要注意 下午时段可能会有五后雷震雨的影响 如果类似的天气形态 可以延续到下周的前期 海面的位置 南海地区跟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位置 陆续都还会有一些新的系统发展 不过目前来看都还没有雏形生成 所以持续继续观察就可以了 接着看台湾附近状况 在未来这两天都是西南风环境比较明显 所以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 在清晨到上午时段 都会比较容易有些局部短端震雨 除此之外 各地的天气都比较偏向是山区的 这个五后雷震雨在影响 我们接着看未来几天的天气概况 在周四跟周五这两天来说的话 那整体来看在云风面地区 特别是中南部地区会比较容易 有一些局部短端震雨发生 特别是在沿海区块的位置 五后时段则是在各地的山区 特别是部分靠近山区的平地市区位置 像是大台北的平地 东北部宜然这个区块的平地位置 都还是有机会受到影响 类似天气在未来这几天其实都比较类似的 预估比较大雨势的时间 可能延续到周五甚至到周六 礼拜天之后整体水气会有比较面前减少的趋势 可以看到说五后对了云气发展影响的区域 都比较线缩在山区附近 雨量也有减少的状况 不过在云雨方面的中南部地区 特别是南部的这个区块 还是要注意降雨期率 对待是比较偏高一些 我们接着来看气温的预测 在未来这个礼拜来说 没有明显的云雨增多的趋势 整体的气温来说 都还是比较偏高温一点 在未来这个礼拜 北部地区白天高温 都还是有机会到34到35度 早晚跌温则是26到27度 接着看到中部地区 也是相同的趋势 气温整体来说 有稍微降低的趋势 但是没有明显的偏低 白天高温都还是有机会 来到33到34度 早晚低温则是27度左右 接着看到南部地区 也是一个相同的变化趋势 白天高温没有明显的上下波动 大致上都维持在32到33度 早晚低温则是27到28度 最后看到东部地区 也是相同的变化趋势 白天的高温都是比较持平的 都有机会来到32度左右 早晚低温则是大约26度左右 最后看到今晚面城各地的天气以及气温 在今晚面城由于水气 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在西半部地区 特别是在西南部的台南高雄这个区块 会容易有些局部短暂正雨发生 北部地区云量也会有增多的趋势 甚至也可能不排除 会有些零星降雨发生的机会 至于其他地区 大致上是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 接着看到明天白天之后 由于西南风还是持续影响 而且整体水气有增多的趋势 所以除了影封面的中南部地区 可能承接到上午时段 还是有些局部短暂正雨之外 午后在各地的山区 以及部分靠山区的平地的位置 像是大台北地区 还有东北部的宜兰区块 比较靠近山区的平地位置 都还是有午后的正雨影响的机会 要特别注意 以上就是今天播报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